其他消息 中东地区的暴力冲突持续升级 我国深切关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事件 并谴责针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 外交部表示目前没有报告显示 有新加坡人在这一系列的袭击当中受到影响 在最新一轮的冲突中 以色列军方表示有6枚来历不明的火箭炮弹 在周末从叙利亚境内射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 以色列于是出动大炮和无人机作出反击 并对叙利亚军方大院军用雷达系统和炮台发动空袭 叙利亚官方媒体随后报道 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发生了爆炸 不过没有造成人民伤亡 我国外交部发声明谴责针对以色列特拉维夫 以及约旦河谷各地区的攻击事件 同时也对受害者家属表达慰问 外交部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 让局势降温以避免牺牲更多性命 外交部也呼吁身处以色列的国人 保持高度警惕 遵从当地政府的指示 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安全 当局也建议要前往以色列的国人 到外交部的网站登记 如果需要领事协助 可以联络在特拉维夫的新加坡领事馆 或致电外交部热嫌 感谢 100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